大家好,双11第一波都买了怎么样 我付了一款的时候有惊讶了一下 我也没有买这么多东西,怎么这么多钱 我配饰啊,服饰类的很多都到了 所以今天就跟你们先分享一下 然后也分享一些就是我冬天不落腿 然后又比较保暖的穿搭 然后我这次搭配到的单品有一些是之前视频出现过的 那些出现过的单品我今天就不特意说了 今天说的都是新到的新朋友 今天单品特别多,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先从配饰开始说起 它是一个比较偏酷一点的风格 它的造型就是一个这种链条的造型 它这个也是有一定重量感的 反正就戴上去质感还蛮好的 宽度的话也算是比较宽一点点的 就戴上去比较有存在感 它这个耳钉穿过耳洞之后 要把这个打扣扣起来 虽然说它这个很好看 但它这一点不太好 因为它这个是夹在耳垂上的 所以就比较痛 然后我还在想说是我哪一步操作不对吗 我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 看看它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办法 让它这个不那么痛 下一个是一个这种珍珠装饰的一个耳环 很喜欢买这种圆环的耳环 个人戴这种圆形的耳环会比较好看 因为珍珠的话 大家想到会比较 嗯 淑女啊 比较文静一点 它这个戴上来就是那种又女人 但是又可以比较酷 很多风格都可以搭 然后像这个耳环的话 它其实是四级款的 就是四级都可以戴 冬天的话是想把它拿去大楼的大衣 对就很有质感的一个耳环 一起还有一个这个项链 它是这种珍珠装饰的一个项链 然后在前面是做一个这种爱心的一个吊坠 它这个爱心不是那种平整的金属 它是做那种褶皱纹粒的感觉 它这个吊坠是活动的 我套一件白色的衣服给你们看一下 接下来是两个金色的单品 一个是我手上的这种金色的一个戒指 还有一个是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很特别 它是从前面这样子 穿进来 然后就好了 自己穿戴都很方便 先看它的吊坠 它的吊坠是一个这种金色的一个底 黑色的底上面做一个这种白色的浮雕人像 复古然后又很时髦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链条 都是这种细细的感觉 它搭配我这一身也很好看 好像我今年冬天也特别喜欢买那种棕色的单品 金色跟棕色的组合呢 又是特别搭的 它也算是那种特别的白搭 然后也是可以搭的比较女人 然后也可以搭的比较酷的 然后再戴上这个金色的戒指 就特别的时髦 这个戒指它做的是这种开口 这种开口的戒指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指出戏啊 去调节 它的造型呢 跟我前面那个耳环很像 就是那种链条的一个造型 但它会更精致一点 然后它的链条是做的这种 间隔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是做的有纹理的 然后一个是做的那种平纹的 这个戒指也是有一点重量感的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质感 然后不会轻飘飘的那种 配饰结束 现在开始服饰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鹅黄色的短款羽绒佛 就是那种很温暖很温暖的鹅黄色 它的长度算是正常偏短一点点 领子是做一点点小粒领的 羽绒就是会比棉衣更轻 但是它会更蓬松 所以就可以看到它整体都是这种 软绵绵的 它这个是拉链加上这种暗扣的 扣子材料我很喜欢 就是同色系的一个这种哑光的扣子 穿上去就像一个小黄鸭 这套里面的内搭是搭一个这种白色的毛衣 它就是一个这种比较简单的毛衣 然后前面有做一个这种印字 它的整体版型属于中等偏短 其实我冬天还蛮喜欢穿这种长度的毛衣 因为就不用塞到裤子里面去 但是也会显得腿很长 它这个厚度算是正常的一个内搭厚度 就不会特别特别的厚 但它织法是比较密的 所以就很适合拿来冬天当做内搭 它的腋下包呢是一个这种帆布的一个腋下包 我觉得帆布材质的腋下包就很特别 它这个帆布不是那种纯白色 它上面还可以看到棉花籽的那种颗粒 然后它的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我现在冬天的话因为衣服比较厚 所以我把它弄得稍微长了一点 它肩带的部分是做这种皮质的 摸起来很细腻很舒服 就跟这个帆布有一个那种材质上的对比 然后搭配的裤子是一条这种纯米色的 它的颜色不是纯白色 可以很明显看到哦 它的裤型算是直筒偏喇叭一点点 但它这个腰就比较大 所以我后面还是要拿去再改一下看看 它这个牛仔面料比较厚实 然后也是有一点弹性的 对 然后就还蛮好穿的 就是腰太大了 最爱的蓝色出现了 这个蓝色就是超纯白 这件是一个长款的大衣 它的面料是那种 有一点点小段绒的那种毛 摸起来也是那种很舒服 很轻肤的那种毛泥面料 在这个版型上身就会给人感觉比较中性 然后比较高级 当时我还比较纠结是买哪个尺码 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这种版型的大衣还是宽松一点 然后大一点才比较有感觉 它这个肩是做有一点这种垫肩的 但不会特别夸张 就穿上身的话刚刚好 然后面料摸起来也很舒服 这件毛衣的话我自己还是喜欢搭一个那种比较贴身的衣服 就穿着更舒服 不然它这个还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让人感觉痒痒的那种 它的厚度不是特别厚 然后就拿来冬天当做内搭特别特别好 然后它下面也是这样子可以拉开的 我自己穿的话喜欢上面拉一点 然后下面再拉一点 这样穿的话就会显着腿更长 像它这个包是一个这种可以手拎 然后可以斜夸的一个包 它是做的这种黑白拼色 交界的地方做的这种缝线 它的包型都有这种特别方正硬挺的感觉 跟我手机对比一下 日常出门是不成问题 这一套的一个外套是一个灰色的羽绒服 这件灰色的羽绒服也是可以搭好多种搭配 它这个面上很特别 是做这种褶皱的一个纹粒 它这一件后面是连帽的 然后是可以拆卸的那种帽子 我自己穿的话 我不是特别喜欢有帽子 我把它拆掉了 可以看到它这个缝线不是那种平整的缝线 它是做的这种鞋的一个 这种不规则的一个缝线 后面也是一样的 是做的这种不规则的一个缝线 它左边也做一个这种金属的标的一个装饰 袖子翻出来一看 里面是做一个这种防风的一个松紧的袖口 摸起来也是那种特别特别温暖的 特别像被子的感觉 我内搭是搭一个这种套头的一个卫衣 这件它的领子是可以这样翻下来 或者是把它立起来的 然后这边是作为一个这种拉链 可以把它当作高领穿 也可以把它当作低领穿 它的面料是那种羊羔毛的一个面料 然后前面是作为一个这种印字的贴布 这件我也是搭了好多个外套 我还有把它搭一个皮衣 也非常好看 板前算是比较宽松的 里面还可以塞一些衣服 把它单穿然后当内搭都很好 搭配的这个包呢 它是可以斜跨 然后也可以单肩背 它前面这个链条是可以拆掉的 对 就是如果不想要的话可以拆掉 把这个链条拆掉之后 它这个就是可以活动自如了 它这个链条就特别有重量感 我拿上来给你们看一下 食物就还蛮有分量感 蛮有质感的 接下来一套的外套是一个米灰色的大衣 这件大衣上层版线也特别特别好 它这个毛腻的面料是不会乞求的 因为它是做的那种比较平正的一个毛腻 它的颜色也很特别 它不是那种单纯的米色 它是米色中夹杂着一些花灰色 扣起来是敞开穿都很好看 它的肩膀这里是做了一点点薄电肩的 它的面料又是那种挺中带软的那种感觉 所以上身整个人感觉就是高级 这件也好有分量感 这一套家的包呢就很冬天 它是一个这种单拎手拎的一个包 这个面料好像是夹了一层棉 就特别特别冬天 其实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 它前面这边做的这种 织绣的一个印字 这个包拿在手里就特别提升 整个穿搭的感觉 这一套的内搭还有裤子还有围巾 我之前对我分享过 然后我今天就不太重复说了 这一套的一个西装我觉得超级特别 就是会让人过目不忘的一件 它是作为一个这种绿色 然后拼这种灰色 它这个袖子这里也是作为一个这种拼色 就比较不规则的感觉 它这个灰色的部分是那种斜纹的一个西装面料 拼色的这个绿色的部分 远看好像就是纯色的 其实它是做的那种千鸟格的一个花纹 里面还有掺一些那种银丝 它这个西装是有夹一点点薄棉 像这种有一点垫尖的版型也不用我多说 穿上去就很高级 一套的外套是一个羊羔绒的大衣 它这里是做一个这种小翻领的设计 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做的这种牛角扣的一个扣子 它这个牛角扣是用那种奶咔色 就很像奶糖 然后跟这种牛奶的感觉 然后在两边是有两个口袋 这一件我自己穿的话 喜欢把它扣两颗这样子穿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露出里面的一点点内搭 它这个羊羔绒是做的那种比较扎实的羊羔绒 就是那种软软散散的羊羔绒 它是那种比较密实的那种感觉 穿上去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温暖 它搭一个这种小路纹的一个帽子 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还蛮喜欢这种帽子的 可能放在一年或两年前我不会买这种帽子 但是今年我觉得 这帽子还蛮特别的很好看 特别温暖 然后特别有冬天的氛围 它这一顶还蛮厚实的 就做工业比较扎实 然后这边是做一个这个包边的一个内衬 这套的一个外套是一个草绿色的羽绒服 这个绿也特别特别显摆 它这个绿不是特别亮但是也不是特别暗 就是刚刚好 然后颜色也比较饱和的一个草绿色 它这边是做一个这种立领的一个设计 领子里面是拼了一个这种深蓝色 它两边都有做两个这种大的一个魔术贴的孔带 袖子跟下白都是做的这种抽绳的设计 抽绳的地方 然后它背面的这里 一个印字 都是做的这种橘色的一个撞色的感觉 这一件版型态比较宽松 跟那件灰色的羽绒服差不多 因为我是考虑的时候就是可以跟小程换着穿 就不要省钱 里面内搭是一个短袖 我有在短袖里面穿一些秋衣什么 不用担心我冷 这也有我最喜欢的地方 也有我最不喜欢的地方 就它这边有做垫尖的一个设计 对 就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拆下去 就是我等录完这个视频我就把它拆掉 我真的很不喜欢短袖里面有垫尖 接下来比较多的是毛衣还有内搭 它实际上的颜色没有这么灰 它会更旧一点点的一个粉色 我当时一眼看到还是看到它这个印花 是1993 因为我是93年了嘛 所以对1993就特别敏感 它前面这个印字的颜色是同色系的 也就是这种粉 外面套一个深色的外套 然后再进室内的时候把它脱掉 就是感觉整个人特别明媚 它这件摸起来超级舒服 然后它里面还有加一层薄棉 因为它这个粉是比较做旧的那种粉 然后我裤子也是打那种比较复古做旧的裤子 接下来是一个绿色的毛衣 超级喜欢 但它真的很可爱 它颜色也很好看 然后图案也很可爱 最近不是天气有时候会毁身吗 然后直接单穿这一件 然后再冷一点的时候 直接外面套一个那种棉服都很好看 它的这个长度也算是正常的一个长度 就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 它的这个纹路是那种平稳 然后织发也是表密的 肉眼看也是有那种毛绒感的 这件我自己贴身穿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是一个灰紫色的毛衣 它这个毛衣特别特别厚 就比较适合 现在杭州这个天气单穿 它整件都做这种不规则的一个图案的感觉 背面也是做这种不规则的一个图案 细看它是有三种颜色的 中间这边是有一点点灰色 这个颜色的层次感就做得特别细 它是那种很轻敷很舒服的毛线 所以直接贴身穿也不会直接扎 搭着一个包呢是一个这种开口的一个小包 前面有这种蝴蝶结的一个装饰 然后它的背面也是有做一个这种月亮的一个装饰 它这个皮质是做那种褶皱的一个纹理 所以实际我看也是特别会有质感 直接拿在手里面跟我上上这件一起看 是不是觉得有点晕我就一直在打自己的脸 我之前说我再也不要棋盘格了 然后结果上一期有一个棋盘格的围巾 然后这一期嘛又有两个棋盘格的单品 这一件是一个棋盘格的毛衣 它这个棋盘格是做的那种有点扭曲的棋盘格 它不是那种很规整的棋盘格 它的颜色是绿色拼这种灰白色 这边做一个这种黑色的一个印字 这件毛衣制法比较密 摸起来特别特别轻乎 特别特别舒服 我身上这个就留到最后来说 这件是棕色拼里色的一个棋盘格的毛衣 这边是细的棋盘格 然后这边是比较放大版的棋盘格 它后面也是一样的 这件应该看出来它就是超级宽松 刷上成的话就特别有安全感 就这种宽宽大大的感觉 它这个毛线是那种长毛绒的感觉 然后也特别的厚 但它这个会有一点点气味 就像这种长毛绒的衣服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气味 因为洗衣机过一下会好很多 好结束 说完了最后一件 今天这一期就是我双十一的大部分的衣服 然后呢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或问题呢 可以给我来留言或信 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啦